北港朝天宫妈祖日前特地搭船 前往福建梅州妈祖庙 引请妈祖金生鸾架 以及天津天后宫的妈祖来到北港会乡 星期天抵达台湾了 将会展开围棋四天的绕镜行程 北港朝天宫妈祖功臣朴朴 终于请回了福建梅州妈祖祖庙的金生鸾架 以及天津天后宫的妈祖神像 幸福对办迎接场面十分热闹 各种志投热情迎接 因为接下来还有四天的绕镜行程 要率领全台湾总共二十二家的宫廟 从台中无期的大庄浩天宫 一路经过彰化南瑶宫 以及明明的星星宫 最后抵达北港朝天宫 一系列的法会各项活动 二十二号就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妈祖我们这次活动 把她命名为世界和平女神 我们将要挑战世界金事机制 让华人的信仰也能写下世界记录 世界妈祖会北港中秋节团聚 还会举行连续十一天的法会 也欢迎民众一起来祈福 中天新闻台中SNG小组综合报道 然后往下来 感谢观看